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三 大哥 妈呢 妈 刚照的片子 您看吧 不是吧 我不懂 医院的诊断证明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腰部端竹子磋伤 我说怎么了 你腰扭了 大哥 不是我 是金桥 大哥 你说 他咋这么巧呢 金桥把腰给扭了 不能动 我看地下一盆衣服 这大夏天呢 放那儿不洗不搜了吗 我说我就给洗了 也不知道怎么的 这时候妈就进来了 二话不说 一脚就把她盆给揣翻了 臊了我 我恨不得买块豆腐 我自己撞死得了我 别耍冰断 老大 把你撵出去 给你撵出去 妈 不用你撵我 我就几句话 说完了我自己滚蛋 老三 坐下来 跟妈好好说话行吗 妈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你就放过我跟金桥一马吧 我知道 这金桥有地方做得不对 让你各样 我心里面也清楚 你都为了我好 你怕我吃亏上当受骗 可是金桥他究竟对我是好还是坏的 只有我自己心里面清楚啊 你信不过他 你还信不过你的亲儿子吗 你这话是说回来了 你就算人家犯法了 滔天大罪 你也得给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啊 算了 我怎么就这么不明白 你说人家在想法吊戈里 抓着个阴谋诡计 你怎么就 你喜欢他什么呢 啊 我真不明白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啊 妈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就认准了 我没看错人 推一万不假 就算我看错了 我看走眼了 他把我给骗了 我认了 你可真有出息 真的 你认了是吧 我就问你 那怎么着 前面那事没解决 这冒出个小崽子咋回事 他不说他前夫那儿吗 这怎么又冒到你这儿来了 咋回事啊老三 你给妈姐姐姐咋回事 这事吧挺突然的 孩子的后妈对他不好 总是打他骂他 金桥他爸呢 就把孩子领到这儿来了 也没跟金桥打个招呼 我瞅着孩子也怪可怜的 为这事我跟金桥 我还打了一架 那这事赶到这儿了 你说我咋惹 我把这孩子撵出去 我要这么干 我这心里他也不老忍呢 我 傻子 真的 傻儿子 傻儿子 人家这是连环套 你明白吗 老三 关于这孩子的事呢 你考虑的确实得甚至点 他不单单是为你自己负责 也是对别人负责 对吧 大哥 这事我心里清楚 你们也甭操心了 我老大不晓得我有分寸 好 我们这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一块儿外子吃个饭去呗 好 吃啥饭呢 我不吃您来一吃您吃 那你没吃了吗 我不吃了 我还得拉火了 妈 我滚蛋了 妈 我就求您一个事儿 妈 我就求您一个事儿好不好 不生气 行吗 我想明白了 我不生气 真的 往后我不生气 我都跟他俩说了 他别进我家门 我不进他了 是不是 不是 他进嘴上说不让他进家门 那这不是 是吧 大老远的 过去看他 您不是还心里惦记他吗 是不是 没有 真的 我惦记没用 前面那事儿都没解决 你这又冒出个小崽子 你说这小崽子 您不一直就挺喜欢小孩的吗 你这又冒出一个大孙子吧 那不是好事儿吗 哎呀 你懂啥呀老大呀 你不懂 他谁呀 他姓啥呀 你把他养大了 人家还是人家 人家归于人家的主 归谁呀 人家那个亲妈 人家养活他亲妈 他这后爸呀 那可俩说着 真的 这傻老三哪 真一行 哎呀 反正到时候我没了 我也看不见了 这一辈子 这驴呀 就上了套了 跟人拉磨去吧 真的 行行行 躺来吧 那腰你还乱动什么呀 不出关了 妈 您这是干活了 你让妈看一点 妈我跟你说 咱们听说 妈妈陈天静坐在那儿 也是躺在那儿 你就让我动她动她 你别管了 我这病得好多了 儿子 妈跟你说 你真的回美国去了 妈 我有事想跟您说 啥事说 电话 我接电话 王姐 那就落地了 挺顺利的是吧 你爸妈来接你了吗 到机场 那你向他们问好 那你回去赶紧睡觉呗 倒的时差 我睡不着吃 退黑速什么的 好不好 行 回来通电话 拜拜 谁 王倩呢 王倩 咋的 王倩回国了 就直接先回上海了 然后先去看他爸妈 说过几天来北京来看您了 让我向您问好 他 他回国了 这是你再吃的 爸 我都吃了好多了 吃到吃到 清清 你多吃点啊 你都快八年 没有吃大闸蟹了吧 妈 这大闸蟹呀 美国有卖的 那不一样的 美国的螃蟹怎么和上海的比啊 这是正宗的杨子虎大闸蟹啊 你妈一大早就把我派出去烤的 我跳了跳去 跳了好半天的 清清 我给你讲啊 你妈老想你了 昨天啊 一晚上没睡着 还哭鼻子了 妈 你还哭鼻子呢 没有 没有 我心疼死我了 吃饭吃饭吃饭 你回来就好了 我和你妈妈年纪都大了 爸爸的女儿离我们近一点 你要是能留在上海就更好了 我也想啊 不过这上海分公司呀 没有空缺的职位 我只好先去国栋那边了 对了 清清 这国栋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但是工作找到了没有啊 他现在正跟人家谈一个项目 应该谈得差不多了 这个事情你可得盯紧啊 就大半年了就还没有工作 就光靠你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 这怎么行啊 对了 他妈妈这次生病 是不是花了你们不少钱了 没有 妈 这事您别操心了啊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好了 好了 清清刚回来 您就不要跟她啰嗦 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了 爸 妈 我也想过了 我想让你们呀 先陪我去国栋那边 好不好 到时候我让国栋啊 陪你们好好玩吧 好呀 好呀 那个 王剑他们公司呢 在国内有一个分公司 正好有主管位置空着 他还挺合适 我就想 来国内工作 那你呢 他回了工作你咋办 我也想回国内发展 算 妈 妈 我还想一出 谁一出 我还有一 你坐 真够呛 你说呀 你 妈 你说你其他美国多不容易吧 这好容易立住脚了 这怎么又要回来呢 不行 绝对不行 妈 这事 我跟王倩 我们也考虑了很长时间了 现在美国那经济危机 行事也不好 现在国内机会挺多的 势头又挺好的 那倒是 可这么大事 你说你得跟妈商量商量 你说不商量 你说自己就决定了 媳妇咋说 你咋听 真敢上老三呢 我还说 妈 这不是正好跟您商量的吗 这不是电 然后电话他进来了 回国那时候还是我的意思 王倩也算是 随着我 那你说那年咋办呢 他回来了 你也回来了 那边怎么办 房子房子 工作 绿卡 我说这怎么办 这事我们都安排好了 你就甭操心了 妈 你说现在我都这年龄了是吧 我现在如果不回来 以后 等我年龄一天比天大 想回来了 想找工作人 都没人要我了 在这 我这带您跟前以后 照顾您也方便 我听不着 这你打个我 就起好 老大啊 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吗 我能有什么事啊 在这有事 我也不能瞒着您呢 嗯 别个心里压着啊 跟妈说 妈能扛得住 是 您是扛得住 好嘛 就老咱这点事弄得您都住了院了 干啥呀 咋的 奶糊不开提 提奶糊是不是 啊 都怪我呀 这么说 妈 你看 你看 我这一说 你看 您不高兴了 小子 你 啊 真的 我一鞋子 春金桥不是个上游的灯 当初国强跟我说 妈呀 她农村来的 完之后离过婚 二婚 我也没把话说死了 现在 生过孩子 那你说 那个 你爸妈见了你现在特别高兴吧 特别高兴 我有个主意 我想带我爸妈去你那边去看一看 你看怎么样 你爸妈要到这边来啊 行吗 我们家最近乱七八糟的 你说 我弟的时候刚接我妈 说我妈也就不同意 然后呢 就把他们都轰出去了 我就怕是你爸妈来了 我没有时间陪他们 慢带他们这样多不好啊 我不用你陪他们呀 我们住快捷酒店就可以了 不是 我 我是想你看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呀 都搬了 都搬了下来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都八年没见我爸妈了 我带他们出去就想多陪陪他们 哎呀 你要不又该走了 而且我也没想打扰你和你们家呀 不是 不是 王倩 我觉得你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呢 过来 过来之后呢 咱们俩把咱们自己的这个房子啊 安顿一下 这样呢 就是你爸妈再过来吧 住得也方便的 照顾起来也好一些 你觉得呢 那再说吧 我不想说了 就这样 这电话打得时间挺长啊 谁啊 王倩妈 王倩 嗯 这刚回来就闹别扭了 嗯 你有瞎想 没有啊 王倩 那他爸妈然后过段时间呢 想过来看看您 然后到手边的转转啊 旅游什么的 嗯 谁 他爸妈 嗯 上咱这儿了啊 嗯 来呗 来来来来 我们的老庆幸了 多少年了 你们见过面 你们见过面 哎 我跟你说啊 咱们可得热情去招待人去 那不是一般的人呢 啊 嗯 老关 哎呀 林经理 来 喝 哎呀 挺高雅呀 啊 经常到这儿喝茶来 下一个我们自己来吧 嘿嘿嘿 林经理啊 嗯 我哪儿是什么高雅的人 请您这高雅的人 才上这高雅的地方来 嘿嘿嘿嘿嘿 怎么的 有事啊 没事 就是请你喝喝茶 乱七八糟地点 你也不去呀 哎呀 老关啊 我你也不是不了解 下了班第一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做饭去 有事你说 好男人 嘿嘿嘿 你说你说 这话说到这份我也不兜圈子了啊 嗯 咱们是哥们 这话没毛病吧 哪有什么毛病啊 一直你都是我哥啊 这是三个 什么事啊 童童的事 我知道了 我当哥能不管吗 事成之后 还有五个 事成之后 你不还是有事吗 什么事啊 你要是拿我当哥就收起来 不拿我当哥 这钱算我借你的 咱们兄弟别让我求你啊 哎呀 这辈子我就是看着他亲呢 哎 那就赶紧收起来 老关 嗯 咱俩是老朋友了 也是老关系 有事你就说话 跟我用不着来这套 跟我想的一样 你要收了 你就不是林国梁了 没事 你给孩子放学都半天了 我真得做饭去了 啊 哎 林姐 来 正事还没说到 真有事 真有事 来来坐坐坐 有事你就说话 你看你拐弯抹角的 坐坐 先坐 赶紧说赶紧说 你知道是一件事 这本真有事 先喝一口 行行 给我吧 行 哎 这 哎 好 你说 是这么回事 嗯 你也知道 我一直代理的 是杂牌子 桶装的一个 适用油 嗯 最近呢 通过渠道 弄了一个 大牌子的 山洞适用油 嗯 油 没问题 你放心 想上咱们的超市 跟你商量一下 你这是好事啊 你这事用得着 吞吞吐吐吐的吗 你这老管你这人 行 哎 你明天 把相关的手续 和代理 都送到我办公室来 你这这这忙我能帮啊 手续有啊 嗯 正办着呢 哎 咱们超市不是有山洞油吗 他们代理手续 咱先借着试 等我把手续办齐了 马上就给你送过来 那超市的相关规定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这个 你这个违反规定啊 你这样吧 老关 你还是抓紧时间 把相关的手续都办好了 你交到我这儿来 弟弟这儿一切OK 这总行了吧 抓紧走了 我得这孩子早放学好 这样 我帮她喝了 行啊 都这么着 我呢 我小宝宝喝奶了 快来 小心 谢谢 谢谢妈妈 慢点喝凉啊 呀 爸爸 爸爸回来了 啊 童童 哎 你不是说早回来吗 啊 老关 叫我到茶馆说点事 去吧 去吧 啊 孩子挺好的 挺好的 好 那个 香港那个医院啊 来电话了 说是孩子那个手术呢 可以预约了 哎 真的 哎呀 那可太好了 哎 说那个费用的问题了吗 多少钱 没说 但我觉得少收也得三十万吧 那老关找你干嘛呀 啊 没说完呢啊 那个 老关他不是一直代理着一家 名气不大的食用油吗 他感觉利润不大 他看上我们超市一家山东品牌的食用油了 人家是名牌 他要做贴牌 啊 那就是把 他的食用油贴上人家那家名牌的商标 什么人呢这是啊 这不就弄虚作假吗 造假货吗 那还不得抓起来啊 家人少搭个他啊 绝对不行啊 我知道我知道 我这不没答应啊 当时在茶馆他就给了我三万块钱 说事成以后再给五万 我都没答应啊 给你八万呢 这可真下得了血本啊 那也不行 真是 八万 咱什么时候 咱们什么时候能攒够三十万呢 干嘛 喂 嗨 王倩 打好几回一电话你也不接 上次他电话你妈接的 什么事啊 你说你这次回国工作是完全是也是为了我 你爸妈呢 想过来散散心 我态度又不积极 事儿 请你谅解 行了 不说这个了 我已经和他们说过 不让他们过去了 不是 我觉得 他们还是还是来吧 好不好 算了 以后再说吧 那你 你什么时候 到这边来啊 我想来上海多待几天 多陪一下我爸妈 那也好 要不你也来上海一趟 你也很多年没见我爸妈了 过来看看他们 然后咱们俩再一块回去 你看怎么样 去上海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你知道 我妈现在的情况 不还是有人照顾吗 你就知道担心你妈是吧 你们家三个兄弟呢 行 我安排一下 然后给你打电话吧 嗯 那就先这样 好 拜拜 来 不是 看什么呢 你是 那是 电视剧啊 还没药吃吗 倒点了 行了 倒点可以了 妈 一会儿我到那个 郭梁他们家去一趟 干啥呢 我回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没过去看看 童童的身体不也不好吗 去 您说这个老三这事 我要跟他们叨叨吗 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啥好事啊真是 不用不用 一会儿您困了 您去睡觉也别等我 我知道我知道 早点回去就行 我自个儿拿着钥匙呢 好吧 来 坐 好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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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妈妈玩 你过梁 大哥 你来了 过梁 来来来 进来进来 大爷 一会儿 大爷好 还认识大的吗 是呀 这么大了 我跟你说这样的外套大机上 我都认不出来了 是 长个儿的 一个 那个 大爷这次来太匆忙了 也没给你带礼物 过几天给你补上 好吗 是 好 回你补吧 越来越漂亮了 哥 你坐着 怎么样 妈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妈最近挺稳定的 妈呀得回有大哥那儿照顾 你说我们俩这都上班 一天特别特别忙 但是呢也真是把大哥您那儿给拖累了 是 这样 周日给您放假 我们俩去陪妈 那个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关于妈的事 妈怎么了 妈没怎么 是王倩回国了 然后就直接回上海去看她爸妈了 她呢想让我去趟上海 大嫂也回国了 是探亲吗 不是 是他们公司派她到国内来工作了 那 那你们不回美国了 暂时先不回去 我也想在国内找个工作 以后照顾妈也方便 那挺好的 王倩呢 本来想吧 带她爸妈到咱们这边来 想是呢 这个 三四斤啊 旅游啊 也是这么多年 没陪她爸妈了 我呢就给拦住了 我说妈现在身体这样 你说 也离不开人啊 是吧 但是她呢 有点不高兴 想让我去趟上海 你看现在妈这种情况 又离不开人 所以我想呢 你们两口子能不能抽出时间来去陪陪妈 我 大哥要去上海是吧 行 那个大哥你放心的去上海吧 妈 我们两口子照顾 实在不行 玉环你请几天假 陪陪妈 那太好了 来来来 谢谢 你说老三那儿吧 现在是完全指望不上了 又怎么了 小陈的儿子呢 过来了 结果正巧让妈给撞上来 陈金强儿子来了 那这事 好了不说谈吧 那这两天我就 去趟上海 然后妈这事你们就 多费心呗 你这什么要费心不费心 照顾妈还不是应该的吗 行 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就回去了 行啊大哥 好 再见 好好好 慢走个啊 不是 你有病啊你啊 神经不正常 我伺候妈 我请假伺候妈 我这些奖金要不要了 你奖金 奖金 奖金 你 你那点奖金多少钱 这都是小事 咱得把大事捋清楚喽 什么大事 大哥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 听见了 王倩也回国了 人家两口子都要在国内工作了 怎么了 住咱妈家 住 小算盘 打得够精的了啊 行 我听你的 我去找我妈 我去帮我去 哎 王倩 我想了想 还是我去上海 去看看你父母 然后 咱们再一起回来 那你妈怎么办呀 我跟我弟弟他们说了 他们帮助给照看照看 哦 真的 哎呦 那太好了 就好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你还在外面呢 我马上到家了 那好 你注意安全啊 那好的 晚安 晚安 我都拔了好几把了 这也不开 每个路都不出来 那不走呢 还真是 你说你大哥怎么不走呢 就赖在这儿 美国那么多事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也不回去 你没听大哥说呀 在美国他失业了 失业了他还能待得下去 他不回来干啥呀 你也是 你着急忙慌地打电话 把大哥叫回来干嘛 你废话你说干嘛呀 交费呀 妈那药费谁交啊 他不回来 这你还怪我 要怪你怪老三啊 他要不把妈给气病了 哪有这么多烂事啊 行了啊 谁也没怨 反正大哥大嫂从上海回来以后啊 肯定和咱妈住在一块 咱妈这房子 你就甭惦记了 那可不行 妈当初说了 这房留给咱们的 妈说了 妈说了 你有平据吗 录音也行啊 反正 反正我不让他们在这儿住 反正我得想办法 把你大哥弄回美国去 你可真厉害 打个电话 人家就能来 然后就让人走 人就走了 你如来佛呀 我跟你说 在咱们这个家里 咱妈就是如来佛 你想让大哥回美国去 还得依靠咱妈 你怎么又把你老爷给你买这个什么油摸锁又套上了 你看这啥玩意这么老大里一朗朗的 邋邋遢的 你出门小孩老笑话你你还穿 你这海子真要命 你呀过两天我得想办法让你上学了 你稳当点一天听听听听 我老板上学了 上学有啥用 你怎么胡说八道的 上学没用干啥有用啊 你不得学文化吗 你将来长大干啥呀你呀 挑大分去啊 现在大分都不用人挑了 你看人你大呀 人家从美国留洋回来的 人家是博士后 你将来也得好好学习有个高学历 你才能找着好工作挣大钱 知不知道 那你当初为啥不好好上学 你哪那么多为啥为啥的 你回去问你老爷去 我这来不及了 我不得培养培养你呀 叫爸快 叫爸呀 快快叫我你 哎呀行了行了 这你怎么回事 你这么逼着他好家伙 我比他还难受 我尿尿 你不刚尿完吗你呀 我尿尿尿了 尿频呢你呀 那野孩子你一天到晚呢 你个孩子怎么 孩子是够野的 你还没整完呢 跟你说话了 那个我走了 你请好家了吗 请了一个礼拜呢 怎么没请好呢 见了咱妈就按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说 懂吗 管用吗 怎么能不管用呢 咱妈岁数是大了 可脑子好使着呢 一点就透 那我要是不管用 你亲自去跟他说啊 行 我说 记住一点 跟妈要掏心窝子 掏心窝子 懂吗 掏心窝子我还不会嘛 哎呀 行啊 挺有毅力啊 好 哎呀 坚持呢 妈 哎 我一看就是您 买早点去了 一早干嘛的呢 哎呀 特意早点出来 把血压剂啊给您送来 你看我那不有一个吗 哎呀 你那个都用多少年了 都不准了 哎呀 不就行 那走上 走上 我不去了 我着急着急上班 好 我就跟您说一句就走啊 你说啥呢 我大哥昨天晚上到我们家去了 嗯 看我大哥上我们家去啊 像是有什么心事 啥事啊 我大嫂就从美国 回到那个上海之后 就一直希望啊 我大哥也能去上海那儿 看看他父母 可我大哥他不动地啊 他不去啊 为啥不去啊 你说 去嘛 你想啊妈 他不就惦记您吗 那他可多余了 我也用不着他背着 我也用不着他扛着 是不是啊 他赶快走 我现在身体好着呢啊 劝他走 走走走走走去 后来我们商量了 嗯 大哥去上海 我和国良呢 在家照顾你 不用 真的 一会儿 你还得上班 还得照顾他 我谁也不用 是不是 我自己 行了妈 你就替我们安她吧 小林啊 来来来吃菜啊 我拿的这是公筷 公筷 谢谢 谢谢 干净 干净 小林啊 还要说你来了 咱们应该下饭管 可是你岳母说啊 外面吃饭不卫生的 是 在家吃其实 比在外边是舒服 一家人说话也方便 对对对 那咱们为一家人 传计干杯 好吧 那个 王倩 咱们那个祝宝妈 身体健康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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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筷 来 坐坐坐 快净啊 我们家倩倩可不是一般人啊 从小 你问她爸爸 电影场啊都排着大队来 到李笼里面来找她 好多好多 好多人再来 对 妈 你说这个干嘛呀 她什么时候的事了 就是这样吗 来来来 你看 爸妈你看 前段时间吧 想请您二老 到我们那边去玩一玩的 结果呢 我妈现在身体状态 也不是特别好 也就是怕了 你们过去的人照顾不周 这非常对不起 就是咱们下一次吧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啊 就是管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我们俩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不给你们添麻烦就算不错的了 我跟你讲啊 你们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总要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 你不能老围着我们老头子老太婆转的 就是就是 对 小林来来来 小林啊 我们上海人啊 都有个规矩 都是很会过日子的 对吧 过日子呢 都是老婆当家 对 都是要听老婆的 是不是啊 你爸爸就是这样的人呢 小林 我没有别的意思 是这样的啊 这个 真正过日子呢 兄弟姐妹 互相来往 互相照顾 那是对的 照顾父母呢 那也是必须的 可是任何事情呢 都要领清赏 都要有个规矩 这个日子呢 终究是你和倩倩过 真正能跟你过一辈子的 还是你老婆 是是是 那个 妈爸您放心 回来家里我 我让王倩等点 什么都听她的 对 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好了啊 不许再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小时候你们跟我说 吃饭是不能说话 现在倒好 一直没停过 不说了不说了 好了好了 也吃饭呀 不说了不说了吃饭 来吃了不要客气啊 不要急事啊 吃饭 怎么了 你没生气吧 生什么气啊 我爸妈 他们就那样 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啊 我觉得你爸妈 挺可爱的 说得挺在理 那我以后就 关你领导了 好吗 他们呀 也是好意 关心咱们呀 是是是 是好意 那以后你就 多管着点 好 行吧 就这样 这两天学校挺稳定 挺好 保持啊 啥事我不着急上会 这就对了 咋的 这都啥时候了 你这还不上班去啊 妈 我特意请了几天假 在家好好陪陪你 千万别请教 听妈话 你有空啊 来看看我 妈就知足了 哎呀妈 人家我大哥呀 为了您 在美国把工作都不要了 回来陪你 跟大哥比 我们这算什么呀 你大哥呀 你大哥也得赶快 真的 也不能耽误工作 想办法 赶快回到美国去 说到底呢 大哥还是放心不下您 是 妈 他不是跟您说 在国内发展吗 你想过吗 这在国内有什么发展的呀 那都是托词 都是给您宽心玩吃 你知道我大哥 人家在美国一年少说 也得挣十几万美金吧 一会儿呀 我就一心思你大哥这事 我跟我这心里都可难受 您看我大哥对您这样 我们这哥几个呀 这脸上还有点刮不住的 你们有啥刮不住的 您看呢 在外人眼里 人家还以为 我们哥俩不孝顺呢 害得我们大哥呀 从美国把工作都丢了 跑回来孝顺您 也是 我们呢 也不争气 也没能耐 连累我大哥了 一会儿呀 你帮妈想想折 怎么能想办法 把你大哥整回美国去 妈 您都没折 我这当弟妹的 有什么折呀 我觉得吧 这折呀 还得您自己想 主意呢 您还得自己拿 我看呐 您就是出家了 我大哥呀 也不见得能回美国去 我出家了 谢谢大家